可以說有一個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是富金 這可能有人聽到富金 富士病的富,富士病的幻影 這富金的預言說 年輕200年來的毀滅 什麼原因? 他說因為人類有一個遺傳密碼 這個遺傳密碼就是自私和貪婪 因為人類的自私和貪婪 讓地球的資源日益掀殺耗損 所以說200 以預言200年來的地球一邊 人類如果要繼續生存 就是要移民外行情 我們要安裝給富金的預言失敗 現在有我來打招 比如說李金龍教授 後來郭華人教授 我相信我不知道還有很多地方 就是去推動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 到底大家也要說 那裡面有什麼 到底有更重要 因為 我們這裡說節能減碳 是減少破壞的 破壞環境 加減少 沒有達到富裕的效果 在富裕大地 就要有機農業 台灣整個都有這個農業 你看 河川 平原 山坡 湖泊 海洋 海洋 整個也沒有農藥 沒有化學微量 沒有化學微量 可以故意多少 變成有機 有機也在台灣 有機台灣 有機台灣 富裕大地 開始 就要像 綠色生活 綠色生活 如果這個能夠成現 非常活動 我會有繁殖 永續發展 這能夠友善地球 不善愛地球 這樣我相信 會讓 擴散 你的預言失敗 所以我現在有請人來 去做這件事 所以 現在的問題 現在在台中 是有機生意 有機儀 我現在告訴大家 有機農業 是我們未來 如果明天有錢 但是 應該要 賣相有機農業 有機大地 或者綠色生活 這個目標 這個願景 賣進 當然 我們再說 那既然這個是環境富裕 友善地球 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知道 要吃得健 吃得安全 活得健康 也要有這種野 有有毒 雞有白 豬有口蹄蜜 蔬菜水果有農藥蠶 農藥蠶 那你這個上面 一個超標 都是幾十倍 這有多久 沒有說 台中 我不要說而已 台中和保養 在修正 說 那香蕉不是我們的 那超標 多少 193倍 超標 農業超標 193倍 所以說 這個要怎麼講 吃的安全 活得健康 也是要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 讓食品安全照顧到 剛才說 要來想辦法 讓 讓 擴機一臉失敗 之外 有機農業 也會復興農村 奇怪 我復興農 怎麼不合理 因為台灣農地年歲 剛才說這些 那裡有說 農地年歲 所以我們現在 糧食自主 美國三家庭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美國 用火器 攪農業 用火器 放肥 台灣沒有辦法 用火器 攪農業 放肥 那 農地年歲 如果做有機的 就變成了一個優勢 因為如果農地年歲 因為有機的 還有一個人工 所以帶動 糗餌 很多糗餌 再來 吃的安全 活得健康 再來 如果他抵抗外國大農 他的鵝 都知道賣 賣 賣 他 有負荷 這個 他說 那個日常 他說 他的日常 沒有 酒地 在地食材 沒有負荷 而且 他如果說 美國 如果要做有機 他要給他吃 他要給他吃 所以 如果我們做有機 我們要去農村 農民 大家心裡比較好 有機會 對台灣的經濟 都很好 也縮短 縮短 縮相差距 在那裡 再來 就是 廖師 是你 現在 他告訴你 聖地北加上低 高油價 酒油是自己去低 越來越少了 他非再生能源 然後他就 高油價 高油價 代表四高 高澱 高藥價 高肥價 高高藥價 貝價 高藥價 高藥價 昧ja 農藥 高糧價 所以說 現在 現在沒辦法 想辦法 提高糧食自主力 未來酒氣鐵的時候 我們就有錢買沒有糧食 因為很多 你看那個藍莓美酒的語言 就是很多人做到做一些作物 生產生殖人員 所以後來酒的氣鐵 他就是拿著生殖酒精 所以說有時候你粉絲在米國 為了國家安全 我們就要發展有機農業 想不到我用這個來做今天農業的決議 就是說米津龍這個時候 我經常積極地推動有機農業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最後祝大家 今天就是我們離國去米津龍和戴政要幾位先進 感謝大家的參議 感謝大家